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节上回 山本义夫带着手下来到了神庙 这里集满了人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建到庙山上师的 要想进去 必须得抽到红签才行 目前已经有32个人抽走红签了 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 山本义夫让林国栋去抽 结果他竟然真的抽到了红签 山本义夫见状直接将签子拿走 一旁的使者上前阻拦 说这不符合规定 应该由林国栋进去拜见庙山上师才对 但是山本义夫认定的事 任何人都不能进行阻拦 他今天一定要进去 这下旁边的一群人不干了 说什么都不让他走 互乱中 庙山上师亲自传话 要接见山本义夫 其他人见状也只能作罢 来到房内 山本义夫表示 自己想把地球变成僵尸的世界 有什么东西会成为这条路上的绊脚石 庙山上师回答 邝天佑 马家的血 郑国石灵 以及大日如来 静世咒 毁掉郑国石灵的方法是与敌人合作 大日如来 静世咒在庙山上师手里 也就是说山本义夫最大的障碍是庙山上师 从神庙离开后 林国栋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是山本义夫今天的心情同样不好 他虽然心有怨气也不敢多嘴 另一边 山本义夫正在酒吧里寻找今晚的猎物 他盯上了一个男人 对方连拖带拽地邀请其到包亲里玩 山本义夫忍不住心烦意乱起来 他一向最讨厌这种毛手毛脚的男人 等对方一转身 山本义夫立刻露出尖牙 准备将其吸干 甚至男人却默默端上来一个生日蛋糕 原来今天是山本义夫的生日 他特意准备了这个惊喜 这一下山本义来愣住了 猝不及防的嗜好让他狠不下心来 最后只能仓皇逃走 不一会儿阿均来到这儿 他也是来为山本义来庆生的 可是两个人心里都不高兴 当初山本义来变成僵尸 控住不住自己 咬死了阿均 山本义夫看到后 往他的嘴里滴了一滴自己的血 这才让其以僵尸的形式复活过来 山本义夫的根本目的是想要成全女儿和阿均 谁知山本义来非但不领情 还觉得他不可理喻 时间回到现在 山本义来恳请阿均带自己私奔 他不想再做吸人血的怪物了 虽然不老不死 可是山本义来一点也不觉得开心 他想远离红尘跟阿均隐居山林 这样最起码可以不再杀人 其实阿均心里始终记挂着山本义来 问题是他也不能背叛山本义夫 阿均把山本义夫交给自己的小盒子 给了山本义来 里面是他的生日礼物 让人的谈话很不顺利 最终不欢而散 另一边山本义夫的手下正在挖苦灵国洞 讽刺他是不是不相信集团 不一会阿均回到这 他完全没搞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一帮的人解释说 从神庙回来后 山本义夫就一直待在办公室里不出门 貌似心情很糟糕的样子 就在几人不知所措之际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山本义夫并没有透露太多 只说他们的敌人是一个人 一个僵尸 一个神秘的符咒和镇国石灵 灵国洞对这块石头略有耳闻 这是中国的一级国宝 山本义夫吩咐他想办法把镇国石灵运送到香港 灵国洞为了活命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回去之后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量该怎么把镇国石灵运到香港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先不说北京政府会不会答应 就算能运到香港 那肯定也是层层罚首 万一镇国石灵丢了 他们根本赔偿不起 不过办法倒不是没有 他们可以办一个展览 跟北京政府把镇国石灵借过来 能不能偷偷送给山本义夫是后话 先把镇国石灵搞到手再说 到时候展览会的所有收益都给内地 这样北京政府就没理由拒绝了 当天晚上 嘉宜跟马晓琳打了通电话 询问真正的情况 得知一切安好后 他也就松了口气 之后嘉宜准备出去走走散散心 谁知刚到楼下就差点被车撞倒在地 司机好巧不巧正好石灵过洞 他的车子没有熄火了 嘉宜见状便邀请其 一起去素素的酒吧坐坐 顺便可以打电话联系人拖车 素素热情的招待了两人 免费请他们俩喝酒 灵国洞喝完后 梦见自己在荒郊野外 看见一个没有刻名字的墓碑 挖开以后 他惊奇的发现 里面竟然是嘉宜的尸体 并且脖子上还有一个僵尸的牙印 而嘉宜则梦到了 自己误把灵国洞当成死去的丈夫 很快两人纷纷清醒过来 他们并没有透露各自的梦境 不过从这可以看出 嘉宜跟灵国洞之间 可能会有一段极其复杂的关系 素素说这是新酒专制新币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从妙善上师那学来的 灵国洞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便启程告辞了 素素则告诉嘉宜 他跟灵国洞之间很有缘分 并却说道 人不能一辈子活在回忆里 那样只会越来越痛苦 素素劝嘉宜往前看 可以尝试着走出大厦 找点别的事情做 与此同时 马晓琳正在给珍珍做心理工作 她现在还是很喜欢天佑 满脑子都在回想之前的经历 简直就是个恋爱脑 马晓琳对此十分无奈 眼看劝分不成 她就只能想办法 撮合珍珍和天佑了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只有珍珍主动 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光靠马晓琳自己 肯定是不够的 她早就跟傅生联合起来了 次日傅生跟着天佑 去给阿秀上香 中途她一直哭哭啼啼个不停 说天佑辜负人家女孩子 珍珍对她那么好 都不领情 还总是凶巴巴的 到了最后 天佑实在没办法 只能答应傅生 尽快跟珍珍搞好关系 很快 傅生和马晓琳 故意创造了偶遇机会 天佑和珍珍三言两语 便和好入出 马晓琳和傅生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搞好加一的人路过 看到他们几个人 和和睦睦的样子 纷纷开始打趣 说不定珍珍和天佑 真的能成 一旁的舒仪都跟着高兴 打算今晚多做几个菜 请他们吃饭 也好间接性的做个红娘 之后舒仪打电话给老金 让她今晚早点回家 谁知刚挂到电话 老金突然心脏泥发作 幸亏周围有人在 才能及时送她去就医 这下舒仪饭也不用做了 带着郑中连夜去医院做陪护 好歹老金没什么大事 简单休息一晚上便出院了 舒仪担心她再出事 反复告诉其不能抽烟喝酒 也不能做剧烈运动 还特意叮嘱郑中看着老金 当天下午她是在吃无粮 于是便跑到天台 打算把这里的天线修好 巧的是山本未来 因为无粮也在这发呆 不一会儿郑中也跑过来 担心老金出事 她赶紧上前拦着 表现这种脏活累活 让自己来做就行 甚至老金却觉得 郑中正是在看不起自己 非要逞强 结果一个不小心 失去重心 差点摔下去 幸亏复生路过这 及时发动超能力 将老金救下 郑中对此倒是没怀疑 老金漫漫咧咧的走了 责备郑中 干嘛突然对自己这么好 之前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现在又突然改变态度 搞得跟自己命不久矣一样 郑中对此十分无奈 怎么对她好点 还成了错了 而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全部被山本未来看在眼里 她没有声张 傅生则低着头离开了 她已经跟马晓琳约好了 明天要去游乐场玩 刚好郑中没事 傅生便邀请其一起去 当然天佑跟珍珍 也是必须要到场的 毕竟这是马晓琳和傅生 为他们俩精心创造的约会 临出发之前 傅生特意叮嘱天佑主动一点 珍珍毕竟是女孩子嘛 怎么能老让人家主动呢 有一天又对此一笑不通 所以傅生特意向她传授了 两个小时的撩妹方式 比如要时不时的问问珍珍 累不累可不可 玩游戏的时候得让着她点 总之就是一句话 要想方设法的让珍珍开心 这就是约会的核心思想 此时他们按时出发 中途傅生再次发动超能力 救下了一个小女孩 结果又被山本未来撞见 她好奇的上前询问 傅生谎称自己有超能力 并请求山本未来帮忙保密 一定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因为这件事连天又都不知道 山本未来对此心以为真 不一会珍珍来到这 山本未来一看见她顿时愣住了 因为珍珍跟山本未来死去的母亲 长得一模一样 很快天又有驾车 带着马晓玲和郑中走过来 他们准备一起出发去游乐场 刚好车上还有空位 珍珍便邀请山本未来一起去 来到游乐场 天又按照附身的主妇 尽力照顾着珍珍 玩游戏赢得玩偶全送给她 郑中趁机给他们俩拍照做纪念 之后还一起做了各种娱乐项目 中途休息的时候 天又感觉浑身不自在 总觉得今天的气氛有点怪怪的 她本想学着附身教的样子 对珍珍示好 可是话到嘴边了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随后酝酿来酝酿去 只能选择放弃 而郑中此刻正在查看刚刚的合影 她把天又和珍珍 接触的所有瞬间都拍下来了 中途山本未来忍不住 提出跟珍珍拍照 看着熟悉的面容 她终于久违的露出了微笑 以上这些就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第十一集的内容 从结尾出来看 珍珍应该就是山本未来母亲的转世 不管怎么说 这次相遇的确让山本未来很开心 毕竟她孤独生活了这么久 能再次见到跟母亲长相很相似的人 确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由此也可以推断 珍珍后续会不会跟山本一夫 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